在這邊有做一些保護 在哪裡保護 其實各位這邊看到有沒有 這邊有JavaScript 一個function 它會阻止你去做抓資料的保護 當然我想這個 對各位還是太遠了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裡面有保護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希望它保護的話 其實很多網路上面的資料 你只要把保護關掉的話 基本上都抓得到 看得到都抓得到 OK 當然這叫什麼 道高一詞 魔高一丈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 這個資料抓下來 其實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不做任何動作的話 只要怎麼樣 把它有一個叫JavaScript的功能 關掉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在執行它的時候 不要啟動JavaScript 它就不會被保護 所以網路上很多都是用JavaScript保護 用這一招都可以破解 那怎麼樣把JavaScript關掉 也非常簡單 在工具裡面的網路 網際網路選項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安全性嘛 那安全性裡面你可以怎麼樣呢 自訂層級一下 自訂那你要怎麼樣把那個JavaScript關掉 你在安全性設定裡面 在那個 記得在 叫什麼 網際網路選項 安全性裡面的自訂層級 自訂層級裡面有很多啦 你大概把拉桿移到大概三分之一處吧 三分之一處應該就可以看到 會有一個什麼呢 ActionScript 實際上相關的JavaScript 就是在這個地方 做這個設定 那預設的話一定是什麼呢 啟用 有沒有看到一個ActiveScript 這個部分的選項呢 實際上就是 去設定你的一些Script 就是類似JavaScript 或者是VBScript 都會在這邊呢 做要不要啟動的設定 那假如說呢 你不希望 就是有一些 這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它不要讓人家去截取的話 通常會利用所謂的JavaScript 去寫一些保護 那這些保護 觸發的時間 就是你的那個JavaScript 必須被執行的狀況下 才會保護 那如果說 那些不幸呢 這樣就行了 vai 雨